首先我們一開始先看ITMISPONSE CIVY 跟ACTIMISPONSE CIVY 之間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試體法律理論 希望用到一些最佳化 我們會從最基本的開始講起 就是從參數選擇開始講起 然後講到最後就會講到試體的選擇 試體的選擇完了之後 我們就真的開始做一些最佳化的一些吸引用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IRT IRT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叫做試體特徵曲線 試體特徵曲線它主要是什麼 它跟傳統不一樣 傳統就是我拿到一個分數就只有對跟錯 我答對這一題或答錯這一題 它現在試體反應曲線是認為說 IRT是認為說我們忍會的能力 但能力高的我們在答對問題的機率就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樣的一個像這個 這個能力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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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能力大的它達對問題的機率就比較大 所以它達對問題的機率比較大 所以它達對問題比較接近 好 它能力再差一點點的呢 它達對的機率就會小一點 能力差一點點的 它達對的機率就會小一點 好 它當能力很小的呢 好 能力很小的呢 你看這裡 能力比較小的 能力比較小的 它達對的問題就會比較小 那你有沒有看到我這邊有給它 你可在上面靠近 你看靠近C 那為什麼靠近C 因為如果我們在做折題呢 我們可能會拆題對不對 我們會拆題 好 那再來呢 能力再大一點的 它的機率會再高一點 有沒有 達對問題的機率會再高一點 對不對 好 好 那能力在於中間的呢 那答對問題的機率就會大概在中間的這個位置 中間的這個位置 那同樣的 這個也在中間 所以呢 它認為呢 我們應該用這樣的一個曲線 來表示呢 我們能力跟答對這個機率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曲線 那這個曲線呢 我們叫做ICC 那可以嗎 這曲線叫ICC 那這個曲線呢 我們等一下 我們會仔細介紹啊 它有三個Model 那這個曲線其實在工程裡面已經用很多了 所以當我看到這個曲線的時候 我並不覺得很陌生啊 因為在工程裡面常常用到這個曲線 像 最有名的一個叫Logist分類器 你看分類器 以前你有在做分類器嗎 分類器兩顆也分出來 就是一或零 對 那幾顆就把一個點 呵呵呵 對 對 你S變出來不是只有兩類嗎 一或零 四或二 對不對 兩類對不對 你看你就把這個叫做PETA PETA丟進來之後 大於一階 你看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在工程上面已經用很多了 這個曲線已經用很多了 好 那我們這邊就會有三個Model 那這三個Logistic Model 你要把它記下來 第一個呢 這是一攤的 One parameter Logistic Model EDL 那二攤的就是兩個攤數在2DL 三個攤數在2DL 三個攤數在2DL 好 三個攤數 那我們會一個一個介紹 好 首先呢我們先介紹第一個 第一個一個參數的 One parameter Logistic Model 那它長得像這樣子 Disconential θ-bi 所以1加上 θ-bi 那你看到這個式子呢 其實它還有好幾個form 我發現 這老師比較喜歡用另外一個form 對不對 他喜歡用哪一個form 你如果把分子分母 同除以 這裡θ-bi 對不對 你分子除以1的θ-bi 那這邊也要除嘛 1除以1的θ-bi 加上 disconential θ-bi 所以 exponential θ-bi 就會等於什麼 上面是不是變成1 對不對 然後後面這個term就變成1 加上 1除以 所以變成 exponential 上面它就是什麼 1加上 exponential 負的 θ-bi 1 那可以嗎 可以就是什麼 可以 好 好 那個有沒有找到這邊 你們有上次的IRT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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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老師講的一定會比我好多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函數呢 當我們得到這個式子之後呢 其實我們比較好解釋 好 首先一開始呢 我們先看我們的能力θ 當θ跑到無窮大的時候 它的值會怎樣 θ到無窮大的時候 就變成exponential 負無窮大對不對 exponential負無窮大 exponential負無窮大 exponential的圖形長成 像這樣對不對 就是exponentials嘛 當你的s跑到負無窮大的時候 exponential會很接近0 所以我們的這一項 這裡會很接近0對不對 所以它會很接近1 可以嗎 所以你看exponential跑到負無窮大 我們的圖形會很接近1 好 當我們的 換另外一個顏色 當我們的這個θ跑到負無窮大的時候 θ跑到負無窮大的時候 上面是什麼 負無窮大減掉一個數 再加上一個負號 所以上面是會跑到更無窮大對不對 那exponential無窮大會是哪裡 exponential無窮大 它的值是會跑到無窮大 所以分子就會變成是 分母就會變成是無窮大 無窮大分之一 所以它的值會很接近0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發現這個曲線 就可以解釋我剛剛的概念 剛剛開了 就是我的θ越大 我插隊 我插隊的能力就越來越大 之類 然後當我的θ越來越小 當我的θ越來越小 當我的θ越來越小 我插隊的能力就越來越接近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好 好 好 那我們這邊呢 你仔細看一下 所以我們的θ就是什麼 θ就是我們的能力 就是我們的變數了 那我們這邊呢 有一個參數叫 bi 有沒有看到 那bi呢 你看這裡 直接先看圖 我們這邊有兩張圖 一張圖是藍色的 藍色這裡是加1 所以這個bi是多少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叫b1好了 這是多少 比分的 比分是多少 那這個呢 那表示你們都會啊 我只是在確定一下你們會到哪裡 那我是不是講太簡單了 好 那這一個呢是我們的b2對不對 我們的b2是什麼 是正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BI就是你的参数 这个BI这个不同的参数 它的图形长得就会 位置就会不太一样 对不对 就不太一样 那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当我的θ等于BI的时候 那我的PI会等于什么 BIBI 是不是就等于disclinential 上面BI减掉BI 所以上面是0 对不对 四方是0 下面也是BI减掉BI 所以你会发现上面是1 下面是1加1 所以答案是1分之1 所以你会发现 当我们的几率值是1分之1的时候 我们的θ值刚好会 跟你的BI这个参数是一样的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发一个线给你看 当我的是1分之1的时候 当我的几率是1分之1的时候 它对应下来的就是我的参数值 有没有 这一个就是什么 p1 护1 可以吗 那这个对下来的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的第二个 p2 它就是1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是红色这一条这个题目 红色这条线代表是一个题目 那蓝色这个条线代表是另外一个题目 那我们目前就叫蓝色和红色 那你看 如果你要在做红色的题目的时候 你是将能力比较高的 看哪里的sipas 平常只是比较大的 你达会的 比达会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是你在做蓝色这一条题目的时候 蓝色这一条题目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同样能力是2 我们不要在画面 同样能力是2 达会红色这个题目的题目是0.7 一样 能力是2 但是达会蓝色这个题目呢 你去看很接近1了 对不对 看很接近1了 把它画下来 好 在能力2的情况底下 能力2的情况底下 达会红色这个题目呢 它的几率才0.7 但是达会蓝色这个题目 它的几率已经很接近1了 那表示呢 红色的这个题目比较难 对不对 比较难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的B值越大 它代表我的难度比较大 这样可以吗 B值越大 红色的B值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它的难度比较大 因为它比较往这边 所以你看同样的 这个对上来 它的B值就会比较小 如果你的图级再往这边 就是它的这个又变小 对不对 变小 在图级再往这边移 它这个B又更小 所以当你的B值呢 越大的时候呢 我这一级的难度就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B值呢 我们就会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 它是一个Difficult的一个滩度 好 它叫做难度的一个滩度 好 好 小心 小心 好 好 好 那我们在实际应用上面呢 我们的B呢 一般有的是 是许复三到正三之间 复三到正三之间 复三到正三之间 一般 有没有超过复三到正三 有 复四 复三到三不是我许的 是刚刚那一本余老师写的 哈哈 大部分在复三对三 好 好 那这个人品看什么 叫大的BI 就会有 叫懒的 服务 这样可以吧 好 好 再来呢 我们刚刚这个态度BI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官号前面呢 我们多成了一个什么 我们的AI给它 那多了这个AI呢 我们呢 在题目上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看我们蓝色跟 蓝色跟红色的 这两个 这两个差在哪里 蓝色的是什么 蓝色的是这一条 对不对 红色的是这一个 这个是红色的 我把它用蓝色的 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能力值是固定的 我现在把它能力值用一样 能力值怎么看 就是当你是什么 几率是0.5的时候 对下来的就是我们的 这一体的困难度 不是能力的 困难 它的困难 那这一个是1 对不对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是-1 这边是-1 这里也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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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个四体的难度 是一样的 但是你会发现呢 这边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这边呢 这一个系数呢 是1 对不对 这系数是1 这个系数是多少 是3 所以这个系数比较大 这个可以推倒 这个我们就不推了 这个就留给你们 你们以前应该有推过 打 哈哈哈哈 好 应该有推过 好 好 这个 就像你们在放那个贝斯曲线的时候 你是会拉一个切线 对不对 拉拉拉 看你的贝斯曲线在拉的时候 那个切线 拉起来一点 对不对 像我刚刚那个第一张曲 贝斯曲线拉出来 所以那张曲很难看 这个是电脑跑出来 所以这比较好看 哪一张曲是贝斯曲线拉出来 这一张 这个是贝斯曲线拉出来 这边要拉一个 有一个曲率 这边要拉一个 这边有一个曲率 对不对 好 那我讲这次讲给他们两个听的 好 那你那个贝斯曲线呢 你看这个三是什么意思 三就是把贝斯曲线的切线拉得 比较切线曲线 那个就是协力 对不对 会 协力越大 就是越曲线 好 所以你会发现三的话 这个曲线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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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可以算出来的 这我不管 可以算出来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有什么 对我们的曲线会有什么影响 你仔细看 如果我的能力呢 比较大一点 较大一点点 如果蓝色这个曲线呢 他达对的机率很增加一点点 但是你发现呢 我只要呢 红色那个曲线 我只要比这个蓝色高一点 我很容易就可以达对这个曲线了 好 但如果呢 比这个能力 比这个蓝度 只小一点点 做红色的呢 这个曲线呢 很容易就达错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做蓝色这个曲线呢 他才达对的机率还算高的 蛮接近0.5的 也就是说 你能力只要比我们的蓝度大一点点 我做红色这个曲线很容易就答对 我的能力只要比蓝度再小一点点 我做红色这个曲线很容易就答错 他表示做红色这个比蓝度很容易就把 蓝力抢的跟蓝力差的 他分出来 对不对 区分开来 所以呢 我们这一个胎势呢 就是我们的区别蓝度 对吗 好 我们看下面这个图会更清楚一点 好 我们刚才讲他的难度现在都是一 我们来看这个区间里面的人 0到2这个区间里面的人 这个区间的人对上来 我们在做红色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区间的人会不会怎么样 他做打的几率会不会拉开 他有个盘子在对比较区别的开来 但是呢 你做蓝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看他拉开的弧度比较小一点 好 没有红色这么大 所以呢 你会发现呢 这个A子如果越大 如果这个值越大 这个值越大 表示呢 我这个题目呢 越容易把能力区分开来 那可以吗 好 那在实际用上的话呢 依照书上面写的呢 他的值在0到1边 0到1边 但是呢 讲实在的话 我在画组的时候 我发现2的姿势就很明显 所以这条线我画的是3 3 3看起来 局率会大一点 好 那实际在估的话 我就不清楚了 小线里面有没有估到 1点钟就了不起了 因为那天 昨天在一个小线在上课的时候 在看那个题目 没有看到那么多 对 没看到那么多 好 那 刚刚讲的就是 比较大的AI 他就有比较高的什么 鉴别度 这样子吧 小小的鉴别度 误会可以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进到第三个参数 那第三个参数呢 他前面这里 他除了这个称之外 他这里呢 又给他存在1.7I 再加上7I 那这个看起来就很难懂 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呢 我们先看这一个 这个值是什么 这个值是介于 0到1之间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当你乘上1-CI之后 你的值是介于哪里 0到1-CI之间 可以吗 好 当你再加上CI之后 你的值就会介于多少 CI跟E之间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能力抢的人 他的主就会你接近 对不对 能力他的人会很接近谁 会很接近CI 也就是说呢 我为什么要再加上CI 因为像选择题 假设有四个选项 对不对 你看到四个选项 你就开始拆题目 所以就可能会有一个拆对的机遇 对吗 所以我们就加一个拆对的机遇 这个机遇的大小就要看你那个诱达 诱达那个选项的好坏 对不对 如果诱达选项比较强的话 那你拆对的机遇就会降低 对吧 像我以前要考转学考的时候 我大一是念不大 我考转学考的时候 然后那个英文我怎么考 都拿不到50分 真的拿不到50分 都在一标左右而已 然后后来我一个同学 他英文跟我一样慢 但是他考转学考 他考上了交代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他在考交代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大的变革 什么变革呢 四个答案里面 只要我觉得是对的那一个 我先把它划掉 因为他一定错 那就是你的诱达能力 那个评达能力很强 你觉得是对的 就先把它划掉 然后接下来剩下 从三个里面再挑一个 所以这样不痛 你先把诱达能力强 你先划掉 划完了之后 剩下三个 你再三写一 这样你答对的机率 就会变大 通常都会有一个 我在做题目也是 通常都会有一个 我觉得它是对的 然后就选了 可是它明明就是错了 尤其是那个界隙词的地方 在考界隙词的时候 你明明就觉得 它后面是动词 我觉得要当初 可是它就是在考你 那个很特殊的句型 所以我们这边引进了一个叫CI 可以吗 这个CI就是什么 就是你gassing的一个参数 可以吗 猜测的一个参数 我们这边就是两个 你看这两个 这两个的鉴别度都是一样 是3 但是难度不一样 一个难度值是多少 一个难度值是1 另外难度值是-1 可以吗 -1 好 你看这边要多了一个 这比较高 就是因为我们多了一个CI 这个CI是多少 是0.2 C1是0.2 所以它有一个猜测度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1对上去 这个-1对上去 这个-1对上去是哪里 这个-1对上去 你看 它已经不是0.5了 它不是0.5了 对不对 它是比0.5再高一点 比0.5再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有猜测的能力了吧 猜测能力增大 所以答对很短 就比较高 那这个到底对在哪里呢 这个其实你可以去算 好 你看当你的CI值等于多少 CI值等于BI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 我的PI会等于 第一个是CI 对不对 加上 后面我写快点 1-CI 那你的分值是什么 带进去 所以一样是1 然后下面一样是2 2分之1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变成什么 2分之1 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两个CI 加1-CI 加1-CI 所以就会等 我本来想直接写 2分之1 加上CI 所以其实概念很简单 概念就是把1加上 对吧 0.2 除以2 就是取它的终点 这样可以吗 可以接受吗 1加上0.2 除以2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那在实际应用上面 这也是书上写的 其实我都没有实际应用过 所以我已经跑过 所以不太了解 那我们的拍摄用 通常会小于 就是选择 AI是我们 就是选择点 假设你选择 有4个选项 应该是选项数 4个选项 那我拍摄度 就要小于1 4分之1 对吧 因为我们通常会有 右打的一个选项 像我书底也会 这个看起来很像0 很像1 答案是1 但是你有可能会达到0 然后就把0塞在里面 就让你选1 所以你拍摄度 拍摄度 就要小 选项度 好 那另外呢 因为昨天有遇到一个问题 好 所以我就去把这个英文名字找出来 这叫做 pomplation the question 就是 画了一条线 然后这个给扣的这种笔墨 这种题目叫pomplation the question 好 那塞空底的话呢 当你看到这一个塞空底 这个超纹 这个卡 它是用什么做的 你现在可以拆吗 就没有办法拆了 对不对 所以通常在塞空底的情况底下 我们就没有办法拆 那没有办法拆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猜测参数 我们通常都把它设成什么 0 这样谁接受啊 可以 好 好 那这三个 model之间是有关系的 这三个model之间是有关系的 其实你可以不用操 因为我会录下来 然后录下来之后呢 会放在 youtube上面 好 所以呢 你忘记了回去可以看 所以不用一直操 好 但是你如果真的想操 你才会有那个feel 你还是要操 因为每次老师跟我讲这个 以前我老师跟我讲这个 我还是说一直操 因为你一边听一边操 才会有那个 那个上课的那个feel 才会背得起来 好 那这三个之间是有关系的 首先你看 当我把ci 设成0的时候 试试你的三参 就会变成什么 二参 对不对 可以吗 好 那你如果再进一步 你把你的ai 设成1的时候 你就会从二参 再跑到什么 一个参数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间别度 有困难 对不对 可以吧 所以他们三个之间 那有的书呢 这个地方我们会再多一个d 啊 我昨天 丁小倩讲 好像是blog里面有这个d 是不是 那 其实 因为我是学书局 那个d有跟没有 是 一样的 对 就像 如果这个是d x ai 假设你训练出来 你设d等于2 你限定出来d等于ai等于4 那你代表你的ai是什么 ai是2 对不对 所以那个 我觉得有那个d 没有那个d 是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有时候在物理上 多那个d会有用 那我看了一些ird的书 有的有d 有的没有d 那我就不知道那个d 到底我用在哪里 那有的有d d要射成 可能可以射成一点多 可能可以射成多少 一个是 可以给其他一个东西多少 两个只可以射 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不用那个d 所以才会多那个d在哪里 解救养老师的课 你都查出这个原因 就可以射成 真的 哈哈哈 所以他也会问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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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会交到他试团 都有讲的 然后他就说 哈哈哈 他有梦想的 但是他也会问这个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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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有两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了 其实一摊二摊三摊 都是在不同的这个摊子里面 把西爱射程里面 把AI射程里面 把AI射程里面 所以我们一般 如果 如果像我拿数据来分析的 我写的就是用摊 然后把不同的摊子设定 然后就毕童回到这个摊子里面 好 好 我们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了 有几个东西 看到这里 我也是看到这里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model非常的好 可是我一直觉得 后面很奇怪 因为我一个学生 讨完一张场面之后 我怎么知道科学的能力 好 对 好 另外 我题目出了之后 我怎么知道我的题目的 这三个参数是什么 AI 这三个参数是什么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知道 我的题目参数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的能力是好 还是不好 对不对 那这个model到底要干嘛 所以我一开始出来 就出现这个疑问 就出现这个疑问 然后我再往后面再看 后面再看才发现 我们可以用最佳化的方式 可以用一些基础的概念 好不好去决定 去决定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ability 跟我们的参数 AI BI 还有我们的CI 这样可以吗 AI BI 跟我们的CI 所以这时候我们才必须要学 所谓的最佳化 好 我在这里我还不会告诉你 我还不会告诉你更多的细节 我现在只是把它跟我课相关的 我把它秀出来 所以你只要学它跟我课相关就好 细节你在这里学不到 我们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想 好 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来看看 我们在估计 学生这个能力的时候 为什么要遇到一个最佳化的概念 好 我女儿生必须要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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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大家能 Uber 好 那我们先先考虑个2餐 我为什么直接考虑三餐了 因为你们有作业 这个也就是猜 秀华已经先咳嗽 其实不会很难 做法都是follow这个投影片的做法 你就把它照它的方法做一遍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考虑一个二三的一个model 那二三的model 我们就会有一个鉴别参数AI 跟我们的什么 试题的难易的参数BI 对不对 难易的BI 我们现在想要估计的是什么 想要估计的是学生的能力 所以学生的能力怎么办 我就叫学生去做题目 就好像考考卷一样 对不对 我就去考考卷 所以我考卷就给了n的题目给他 所以我们这边的n记得 小n指的是我们题目的数量 这样可以吗 这样做n题 那这个i指的就是我们的icon 就是我们的题目 要搞清楚 因为后面会有ij会跑出来 会有小n跟大n会考问 i就是我们的icon n就是我们的试题的数量 好 那我们现在就找一个人去做了n的题目 在这n的题目我都假设了 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试题参数 Ai跟Bi了 这样可以吗 所以他是在已知试题参数以下 我们有n的题目 就是他的item的response 他在做这个题目 他的回应 他的回应 他的回应会有两种可能 这个叫做什么二元的 对不对 叫dichopomus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多元的 多元的我们就不管 不讲叫polyphomus 好 那在二元的情况底下 就只有什么 答对或者是答错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小ui的指责两个 1或者是0 1或者是0 好 所以我现在为了简单几件 我就叫他做三题 所以你们回去的作业 也是一样 小话设计个三题 那这三题上面 全面设计 三个题目 你看这三个题目都有不同的 好 第一个 这个题目他的什么 他的鉴别度是3 对不对 参数是3 他的难度是1 然后这一个呢 鉴别度是 这个叫A3 A3是3 B3是1 这一个是什么 A3是1 A2是1 B2是0 这一个A1是多少 1 2 B1是负1 你的嘞 这个''3' ear' 好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先让你猜猜看 但是这一条就是这个CM关 这条就去CM 很像先关 好 他为什么会跨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关系 这样 让你猜一下 这三角 这是哪一个 应该很简单 应该很简单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你只要知道 B的位置就知道 哪一个嘛对不对 所以B又叫location的一个parameter 你只要知道B的位置就知道 为什么因为这个B 长得都 不一样 那可以吗 那你怎么知道B的位置 就只要从 0.5这里画一条线过来 对不对 就可以知道B的位置 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 P3对不对 那这条红色的是什么 P2对不对 那这个蓝色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P1 这样可以吗 蓝色就是P1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有对的 你看这个P3这一条 它是3之类 这别都是3 所以这一条会比较 走 可以吗 然后这个 是什么 1 是不是就比较平一点的 然后这个又变什么 2分之1 更接近0了 是它比较平坦一点 对不对 更平坦的 就没有变别度 但可以吗 好 那我现在这个人来做了这个题目 所以我不是 直接设计的 我是这样子想的 我一个人来做这个题目 我题目比较简单的 我应该会 做对吧 对不对 好 题目中的呢 我有什么做对吧 那题目懒的呢 我就做错了 那没有办法 好 所以我在这种 行径下 然后想办法去找出 他的 立卡徒或的能力 好 所以回去呢 然后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用三个探数 然后你要设计 三个不同的题目 然后三个不同的题目之后 然后你大概假设 这一个人做这个题目的情境 他到底是 做对 做错 做错 可以吗 这有问题 这是 作业 好 所以接下来的步骤 要看清楚 这是作业 好 对要做生产的 应该不难的 因为你只要听得懂 10分钟那应该可以写出来 好 那我们再发现呢 我们刚刚在这里假设 我假设第三题呢 我做错了 对不对 所以我做错了呢 就应该会有一个 做错这个题目的一个几率 那我们这边是什么 这是 P2P2P3 是代表他 答对的 几率 对不对 那我们还少了一个 答错的几率嘛 那答错的几率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拿1去减掉什么 答对的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很简单 我就拿1 减掉答对的 这个Q 就是我的 答错的几率 这样可以吗 所以你看 这一条 就这里 好 这一条 这一条是本来 是我在这一个 好 这个试题底下 我答对各个能力值 我答对的一个几率 那我拿1去减的时候呢 就会刚好反过来 对不对 这个是多少 这是0.2 对不对 他拿1减他就会变多少 接近0.8 可以吗 所以他答错的几率 就会是0.8 这样子降下来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红色的就是每一个题目 你答错的几率 这样可以吗 可以接受吗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看什么 我们现在要看 我每个人在答题的时候 他的几率是多少 每一题 他的几率是多少 你看 如果我现在 在答对这一题的时候 我现在i有几题 我的123 实际我这个例子是三题 但是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会做n题 只是我现在讲的这个例子n等于 3 3题而已 如果我这一题答对的话呢 我产生的几率应该是什么 pi 对不对 如果我这一题答错的话呢 我的几率就变成是什么 qi 这样可以吗 那我要怎么把这两个东西并在一起写成一个式子呢 就可以用 用下面这个概念 有没有 我把这个ui放在我的这个四方 那我这个ui只有两种可能 只有对跟错可以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ui等于1 ui等于1是代表我答对了吗 对不对 我答对的话我应该出现的是什么 是pi 所以你看ui等于1 这里是1 所以这个项就留下来 对不对 1-1是多少 是0 所以这一项就 不见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就剩下1i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如果反过来 反过来我现在是答错了 是0 那是0我应该出现我答错的 几率 对不对 好我答错的几率 这边是0 所以这是0 所以这一等着就变成是多少 1 对不对 好 当这个是0的话 1-0就变成1 所以这里是什么 是qy 所以乘出来就是 我们的qy 这样可以吗 什么问题 好你就是什么 比如说如果我答对的话 我出来就是我答对的几率 对不对 如果我答错的 我出来就是我的话 达错的几率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 什么问题 回过这里吗 可以 小心有问题吗 没有 是讲得太仔细了吗 好 那我们先看我们刚刚的例子 我们刚刚有三个题目 对不对 P1 P2 跟P3 三个题目 我假设我第一个题目是答对了 对不对 P 所以1我带进来 这里是四方就是1对不对 然后这个四方变成1-1是0 所以第一题我答对了 所以我的几率用的是P1 这样可以吗 好 第二题我也答对了 所以我的几率是P2对不对 好 第三题这题干嘛 我答错了 答错了所以我就带进来 这个是0 这个是1减0 所以变成1 所以我是答错的几率 Q3 这样可以吗 没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往下看 那我现在做题目不是只有做这一题 做这一题 做这 我要做了一张卷子 我要做了N个题目 做完了之后 再由这N个题目来帮我决定我的能力等级在哪里 所以我现在是同时做了N个题目 所以我要看的应该是看 在θ底下 u1 u2到un 这样的几率值 我u1答对答错 u2答对答错 u3答对答错 u4答对答错 这样整整合在一起的一个几率值 好 这个几率值你要算的时候 我们这边要引进的概念 叫做Localindependency 这个假设 细节再由你们叫IRT的老师去教好了 这个细节由他去教 我觉得这边还可以在做 因为我们的题目 不见得一定都是Localindependency 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 就不同的model Localindependency是说我做第一题跟做第二题 是啊 但是通常会有 是啊 因为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发现这个假设太强了 因为我出的题目都是题主题 我在想说我这个题目一点都不能用这个网络 好 因为我喜欢吃题主题 第一题会了再吃第二题就像我刚刚讲的 刚刚那个如果要考试考你可能我会第一步先考你那三个 然后问你那三个题目呢 对比较难是比较简单 然后再问他的界别题目的难度是多少 然后再调一下 然后下来最后就是你打赛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喜欢考试 看我考试你这个假设这个假设 这个假设就像小弟刚刚讲的 我们在这个假设 假设我做第一题跟做第二题 是没有想改的 是互相比较 就像你丢骰子 假设我现在有两颗骰子 当我丢出第一颗骰子掉下来是一点 跟你丢第二颗骰子会掉下来会是一点两点 是无关的 对不对 所以当我丢两颗骰子 两颗骰子都是一点的几率 我就要是差16分之1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好 这个方法 你说6分之1 乘以6分之1 对不对 因为两颗骰子是独立的 是无关的 所以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本来应该是要做 在思想情况底下 QRQ制造之外 我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就像丢第一颗骰子的几率 乘上丢第二骰子之间一点的几率 乘上丢第一颗骰子之间一点的几率 这样可以吗 就把它拆开来 变相乘 好 所以我就把它拆开来 就变相乘了 那相乘的 你还记得我们刚刚写的吗 PUI heven theta 情况底下 它会变什么 PI 上面是UI 对不对 QI 上面是1-UI 怎么样 所以就变成把这些层在一起 它层在一起 我们就用一个PI 这个大PI 这个符号来表示 把它层在一起 好 当你把它层在一起之后呢 这个在做数值分析 会有一个很大的不难 我们都听不到打中的声音 是吗 希望大家有听到打中的声音 没有 对不对 不用下课 好 我们怎样 把这个部分讲 再休息一下 这个朋友讲 好 那你把它承担起来 怎么样呢 你想想看 这个是积率值 对不对 积率值 假设是 你答对是0.5 那你答错也是 0.5 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一堆0.5 存在一起好了 假设我现在答对了十几 就0.5 乘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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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几个 乘10个 所以0.5的十字方 你看那个数字有多小 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对不对 非常非常小 你在考数值分析 一定会出现问题 一定会出现问题 所以以前呢 我在教大 这个在教大的学生 怎么会发生呢 我教大一个学弟就问我 我先跟他讲说 你不要这样子做 你这样子做 一定会出现 在命令里面 一定会不能跑 他就一直跟我坚持说 这个两个不是一样的吗 我就跟他说 这是一样的 没有错 但是这会遇到数值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解 那不能够这样子解 怎么办 我们要想办法 把那个0.000000几 把它变成 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数 对不对 不是0.00几的数 这是一个 有一个数字出来 那怎么办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 来帮我们 这个函数叫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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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函数长这样 node node 这函数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哦 这个值已经是8了 对不对 68 它对过来 竟然才是多少 123而已 对不对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值很大的时候 它会变小 所以第一个它可以把大数变小数 第二个你看 它介于领到一之间这种0.000000几的 它会把它变大 但是是加上一个什么 5号 所以它可以把0.000000几的东西变大一点的数 但是是加上5号 这样可以吗 那这样子你就不会遇到那个数值在分析上的一个问题 你可以乘在一起 这个0.0几 乘到最后 你现在算小数点几个就够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把它两边都取Nature log 可以吗 我都取Nature log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个数值 所以你看我们把它取了log 取了log之后 本来这个是相乘的 相乘的 相乘的 取了log之后会变什么 会变相加 对不对 取了log会变相加 可以吗 好 那相乘的话呢 这里面每一个项 这个log tui given theta的情况底下 就会等于log 我们刚刚讲它是什么 pi 上面是小ui 很大的 然后这是q pi e减掉小ui 对不对 那这两个东西一样是什么 相乘 按到黑幕 这里是一样是相乘的 所以相乘一样可以变什么 变 相加 可以吗 所以相乘一样变相加 那这个log上面有次方 对不对 假设是Nature log 2的三次方 这个高中都告诉你 你可以把三的样 踢出来的 所以就变成standard什么 Nature log 2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次方踢到外面来 可以把这个次方给它踢到外面来 所以就会变成是ui乘上Nature log 这个pi 加上1-ui乘上Nature log Qi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个公式就蛮重要的 那这个公式呢 我们可以叫它叫做log-like-e-function 好 所以你的作业呢 有一个部分就是你自己设计一个三餐的 你自己设计一个三餐 三个题目四个题目 你如果很闲 想写十个题目也没有关系 你如果真的写十个题目来 我就给你加分 应该不会有人想做十个题目的 好 那你就假设 至少你假设有三个题目 然后假设我在做这三个题目的时候 答对还是答错 然后答对还是答错完了之后 你现在就有你的提醒三个 还有对错之间的关系 它的对错的反应 那我就可以把它的log 它已经方许把它写出来 这就是你的作业的一个 可以吗 快的话十分钟就写完了 所以作业都不会很难 我给的作业通常是不会很难 这个作业会算难吗 你们学姐摇头 所以应该是不难 这个在工程上面很常用 因为我们常常会算到一些机遇相乘 那相乘之后就会这样 那你在算你是potential的时候 不要这样白痴的做 我那个学弟问我的问题 他那个学弟说我拍电话 是不是 他那个问题记得很简单 他那个是什么 是什么 A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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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关系的 他会上 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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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像这样的话呢 他说 他说这个东西 这个 我不要写上好 我写 好那这个就会变成 这个就变成 可能 就会变成S1-E1的 方加上 S2-E2的 方不能夹一点点 要到 假设好 P个位置 然后我就说 你就把这个距离 先算下来都写 就对我一直先说 我们就等于这个 对啊 屯 很深 Ponential是江老爸 江家变 江神 对不对 他就坚持要算这个 然后呢 这个值每个算出来 0.5 0.5 他就一直坚持要算下面这个 我就说好不去算他 他就问我说 这个算出来为什么都是那 他这个算出来 他就很坚持要用下面那个算 就不知道为什么 上面这个就不会了 好 因为上面这个你算的是什么 两个下面一个长度就在 取出来取一个传绣 所以就不会遇到一针移叠结构 在一起 可以吧 好 就可以遇掉一些数 好 好 大家都超晚了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开始真的带例子了 我们现在有三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是P1 第二个题目是P2 第三个题目是P3 好 然后呢 第一题答对了 U1 第二题答对了 U2 第三题比较难 我答错了 U3 好 好 现在把它带进来 那我带上面这个式子 对不对 只有三个题目 所以我的第一题 U1乘上NATURELOG P1 加上1-U1乘上NATURELOG Q1 第二题是什么 我就把这个I带2 对不对 这个I就带2 所以就变成 U2 NATURELOG P2 E-U2 NATURELOG Q2 第三题就是U3 NATURELOG P3 E-U3 NATURELOG Q3 好 那我们第一题答对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一题这里是1 这里是0 所以这一项就不用了 第二题答对了 这个是1 这个是0 所以这一项就不用了 第三题答错了 所以这是0 这是1 这是0 这也是0 所以这整个出来是1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简单 就剩下什么 前面剩下 P1 第二项剩下 P2取Log 第三项剩下什么 Q3取Log 这样可以吗 可以接受吗 好 那接下来我就真的把它带进来 所以我这个要取Log 对不对 这个要取Log 这个取Log取出来是什么 取出来是Log相除变 相减对不对 所以减掉NatureLog 1加上 Exponential 2分之1 θ加1 可以吗 好 NatureLog跟Exponential互为反函数 所以可以消掉 对不对可以 好 所以这里就参向2分之1 θ加1 减掉什么 NatureLog 1加上Exponential 2分之1的θ加1 有没有问题 好 再来这一项呢 这一项我也取Log 对不对 换个颜色 这一项我也取Log 取Log之后也是一样 上面就变成NatureLog Exponential θ θ减掉NatureLog 1加上Exponential θ 对不对 好 这两个就消掉了 所以就参加θ 减掉NatureLog 1加上Exponential 可以吗 好 第三项呢 我也把这里取Log 第三项我把这里取Log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取Log 对不对 所以参加3 θ减1 减掉 NatureLog 1加上Exponential 3 θ减1 它怎么不一样 对 好 第三项是什么 是Q取Log 对不对 好 所以你要弄清楚 第三项Q取Log 所以呢 我们现在第三项 不是用P取Log 就把这个插掉 所以你要先算出 它的Q来 对不对 好 那Q怎么算呢 Q就是什么 1减掉P3 对不对 好 1减掉P3其实很简单 就会变成是 1加上Exponential 3 θ减1 对不对 好 我拿 我现在拿1去减掉它 拿1去减掉它 我分子 分母同成什么 3θ减1的 所以分子要变成1加上Exponential 3倍的θ减1 这样可以吗 然后减掉了之后呢 这里是加这里是减 所以消掉了一个 所以分子永远变成是 1 所以你拿1去减掉 你会发现非常简单 因为你的 DI 如果是二三的话 你的DI是 加上 你所 AI EPA 写掉 DI 分子 你所 AI EPA 写掉 DI 然后再减掉 再加上 你加上 你所AI 上面可以 Dita减掉 DI 分子 你所AI Dita 减掉 这两个解 这两个解 就消掉 这个其实稍微可以 变得低下来 所以你的公式 就是变得低 就是把上面 变得低下来 1就好 这样可以吧 然后你回去 3 3 不要这样 3 3 不一样 3 3 不要这样做 好 所以当你发现它上面其实很简单 上面只是1的时候 你取LOG只要变成是什么 减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你坐到这里就好了 就不用化减了 所以第一个作业就是要你把这个 LOG likely 图方选 我们把它写出来 这样可以吗 会不会难 哈哈哈 会有计算上的问题 计算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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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谁就你啦 你们自己写定就好 所以其实很简单的 我说说也很简单 我说非常简单 你就给3个4 对不对 你自己写定写定 3个4 然后3个4 你不知道你再选择 打对还是打错 然后就把这一份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如果我只讲到送到这里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希望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干嘛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图画出来看看 好 我就把它图画出来了 所以呢 我希望你把它的图画出来 这个就比较难 好 这真是难一点 至少你要说到上面这个Alloc 好 请把这个Alloc 满 他会没有写出来 如果你用画质的 你要去把图画出来 你用Manager画就可以了 Manager你用刚好 这个Zita是不知道我的 所以Zita你可以从画 从复试画到正式 好像我从复试画到正式 或复试画到正式都可以 好 直接你 但是你其他地方都知道了 所有东西全部都知道了 所以这里面唯一都知道的是Zita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图应该是图难画 没内容就可以画出来 好 所以那么画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曲线 对不对 一个曲线 那我们想到什么 我们认为这个能力是在什么 答对 第一题答对 第二题答对 第三题答错的时候 是它的最佳的能力 所以它这个曲线代表是它的几率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几率应该要在最高的位置 你看如果在-3的时候 它的几率只有这里 或者说它的几率只有这里 对不对 我们认为它这样子已经是它最perfect的一个能力了 所以我们认为它的几率应该要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要找的是什么 我们要找的就是在几率最大的情况底下 它相对应的这个 θ hat 就是它的能力的估计值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估计值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好像以前在写这个 这个大家都会 我举一个例子 Y等于s-1的平方 这大家都会嘛对不对 这不管你是念数学的还是念资工的还是念 什么教育的应该都会这个嘛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中心点在0点在什么 10的一个抛物线对不对 一个抛物线 那我们有了这个抛物线之后 我们想要知道它最佳的位置 我现在介绍两个东西了 第一个它是什么最小值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它最小值 所以我们会写mini码Y mini码Y就会等于什么 mini码s-1的平方可以吗 那它的mini码是多少 最小值是多少 0对不对 不要怀疑太简单了 不要怀疑好不好 但是我现在要的不是0 我现在要的是什么 是那个s是多少对不对 可以吗 我现在要的是那s是多少 我的s是1 那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就引进了一个概念叫argument mini码可以吗 argument argument就是变数的意思 所以我现在要介绍的是这个 如果我这样写 叫argmini码Y 这里写argmini码s-1的平方 我跑出来的不是它的最小值 是s在哪里的时候 它会出现最小值 可以吗 我如果前面多了一个arg 我的答案出来是谁 是1 这样可以吗 有问题 如果前面多了一个arg 就是我要少是它的变数差距 所以我想要到 要的不是这个0 不是最小值0 是s在多少分之后 它是最小值0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可以 这个0是Y还是S 他这个是SY S 那可以 各位可以吗 可以 可以 这个你带 你有修郭老师的做 有 有 那你看了一个学习 我觉得很奇怪 我 我一开始 我念数学没看过这个 你念数学会 我本身是学硬处的 只有看过密码 没看过argmini码 后来我找到工程 每一本工程的书都argmini码 然后我一开始觉得很奇怪 所以才去查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把argmini码运在一起 好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thetaHate 是什么 讲这么久 就要讲这个 thetaHate是什么 是L这个参数的最大值的位置 不是 最大值位置的变数 这样可以吗 它的值 所以它是argmini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在学郭老师那个数学 在视频分析上应用 你们以前是唱它的 今天这学题矿指标 也是一样 最主要在社医院上面最主要就是要学 怎么样找到这个曲线 它最大值 应该是变数 但是其实你把最大值找出来 已经找到变数吗 不一定 这个在数学上常常有 尤其在学维基分 维基分常常会问你 它有没有极大值 有 它极大值在哪里发生 不知道 所以你只能证明它有极大值 能证明这极大值已经是一个突破了 但是它在哪里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用很多数值方法去找出 这个极大值的位置发生在哪里 这样可以吗 好 到底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看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最佳化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的变数是什么 变数从四到四 甚至可以从四 从大到正 从大 所以它是一个连续的变数 所以我们它是一个连续的最佳化 这不是我们这一堂课要讲的 好 我们这一堂课不是讲这个 这一堂课不是讲这个 这一堂课是讲选 所以这只是前面一个带过去 好 所以你们的作业就是做到 刚才把L做出来 然后最好是能够把你画出来 这样可以吗 至少你要把L算出来 你要自己算一遍才会有那个U 才会有那个感觉 好 我们再讲几个 我们就休息一下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在不同的U情况 作答情况底下 你的最大值会发生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看的是这个 对不对 有没有 U等于1 第一体答对了 第二体答对了 第三体答错了 对不对 那表示它能力应该偏中间 中上一点点 因为它第一体答对了 第二体也答对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最大值发生的位置掉下来 是不是在0左右 对不对 那可以接受 可以吗 好 那如果要极端一点 如果它三体答对了 那你会发现它的最大值在哪里 是不是已经比四大了 甚至它可以一直上去 这曲线可以上去 它能力竟然是无穷大 二能因为它三体答对了 那可以吗 那三体答对了之后 它能又到无穷大 一定会报复它的能力 所以这时候换另外一个方法 要有限制式 对不对 那这个我不讲 这不在我们办法 它如果呢 它这个人真的很太带赛了 它三体都答错了 对不对 三体都答错了 它曲线刚好会颠倒 如果三体都答对了 它能力代表很强 如果三体都答错了 代表它的能力应该是很糟糕 对不对 因为它连简单的都答错了 所以你看 它的最高值花在哪里 竟然比负四还小 能力非常非常的差 对不对 那可以吗 好 那它如果只有答个一题 它的能力 你仔细看这个曲线 它这个曲线 你有没有看到 它能力差的值偏高 能力高的值偏低 对不对 以这个曲线而言 所以它的能力估的时候是比较偏差的 那可以接受吗 所以它如果只有答对一题 它的能力一定要是偏差 那从这个图就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找到这个学生的 他最佳的能力值 该落在哪个位置 那可以吗 因为我们会根据它的作答反应 我们发现它这个曲线的解释 是很合理的 这样什么问题 好 没问题 我们再看一些很奇怪的例子 好 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个很奇怪 所以我把它列出来 它第一题答对了 它最难的答对了 但是简单都答错 那它什么 它可能 因为你每一题都可能会答对答错 所以这种情形可能会发生 对不对 它简单的还是有答错的几率 只是答错的几率比较低 对不对 那它什么情况答错 它今天早上突然就吃个早餐 那个早餐绿花梅 对不对 然后它来考试它拉肚子的 身体非常不好 眼色都发直 所以它难的都答错 那为什么简单会答对 因为它第一题摆难 第一题摆难 为什么难的它会答对 因为第一题摆的是比较难的 它坐下来的时候写第一题的时候 肚子还没有发作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第二题的时候肚子发作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它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我这边讲 但是你看它的能力 因为它难的答对了 所以你会发现它估出来的能力 还是会比较偏高一点 这样可以吗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曲线 有没有 它这个地方都变什么 都变低了 都变低了 好 那如果像这两题 前面两题都答对 难的跟中的都答对了 那简单的答错了 那几乎就等于是可以判定 它不小心答错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它的能力值还是什么 还是一样偏高的 而且它高的还会再高起来 高的还会再高起来 好 那这个也可以判定它什么 不小心答错中间那一题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它的能力 还是一样都偏高的 可以吗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以这个例子来看 它比较难的答对了 它的能力值都会偏高 都会偏高 这样可以接受吗 可以 好 可以 但是呢 绣环都已经倒下来了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哈哈哈哈 太心累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作业就是 你要找一个例子 好 take and example 好 找一个例子 然后follow我们先前的一些 我们前面的那些slide 前面那些投影片 好 但是呢 我们要用什么 三参数的model 来取代 二参数的model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呢 我们一样用这个例子 好 我把它写下来就是怕等一下我看不到 因为我这个已经太小了 看不到 如果用我那个27寸 就这两边拿来拿去看 这个看不到 好 我们现在有E1 我现在有三个例子 回去也是做什么 三个是E1 3 我假设第一个是 打错了 第二个是 打错了 打错了 首先我要把L 然后再把L 画出来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现在就是要教你用p-lab 把这个L 画出来 这样简单 应该到 好 那我写的是 是 客餐的 那你回去呢 你只要仿照 那那个 就别麻烦 是 三餐的 而且这里呢 我要教你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要画图来看 要多了一个 那个视觉让你看 所以我教你用那种工具 这个工具呢 也是 Maple 或者Maple 它叫做simple 这个SYMS 这是一个simple 它这个simple呢 其实它就是 就是很像给它什么 假设我给它S18- 这个是一个符号的类 你告诉他说 这个是一个simple 它就会变成simple 它就S18- 它就写是S18- 你可以求你 S18-1等于 它就可以帮你取出S 更复一 Maple可以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因为大法 它把Maple的一些东西买进去 好 好 我会教你东西的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的话 它要画 它可以搭配这个来画 可以搭配这个函数来画 对吗 所以你看得到这个 好 这个 这个 我们以后在解 occupyation的时候 就不能用simple 跟deleteplot 因为它不是数值解 它是一个符号 但是它有个好处 simple 它可以帮你算为一分 y等于s平方-1 它可以帮你算为一分 它算出来是2s 所以 后面讲到讯息量的时候 它也可以帮你算为一分 好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这样会不会太小 这样大一点 再带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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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现在开一个新的 开一个新的 我一开始我先给它两个东西 一个叫CL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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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畫圖的話會有一個叫 Close all 畫圖 關掉 好 這樣看得到 好 我知道 可是我不喜歡把字放大 因為這樣是不好看的 因為這次我這邊不好看到 不好看到前面 對不對 你們看到那個 每次把字放大的那個 他都往上拉很久 往下拉很久 所以我不喜歡把字放大 好 第一個是把什麼 電速清乾淨 第二個是把螢幕清乾淨 第三個是把土全部關掉 這三個指定是這個意思 我寫成是一定會有這三個指定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就按存檔 好 存檔在 好 存檔呢 例如我隨便給他存一個名稱 接著是列席 今天是2013年0917 好 我把它存一個檔名 這個應該都會 好 存一個檔名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我們變數的什麼 我們現在呢 我想要寫一個general general就是說 我只要改參數 他就會幫我變 這樣可以嗎 很簡單 我只要把這個A跟V的參數都換掉 所以你回去呢 其實到這個例子call 簡單只要再多一個C 其他都不用改 我們就給A C變掉就可以了 所以我應該要一個項量 幫我存A A 多分 可以多少 3個 所以有3個 所以我要再寫一個general 就是說 你要我給10幾 我也可以幫他畫出來 20幾 我可以幫他畫出來 1000幾 我也可以幫他畫出來 所以我這個A 這個項量 他這個長度 就是他給定的時候 我們要寫 都可以 那是有這個 好 所以我們現在A是3個變數 2分之1 跟3 那B有3個 C0 跟C 就在 就這兩個 那你回去的時候 你可以再多一個C就好了 好 所以我一開始就給A A你給定了之後 他就可以跑 所以你這個A 如果寫好之後以後 我用random的方式 也可以產生你的疑問 模擬的疑問 好 A第一個是1 2分之1 第二個是 這吧 1 第三個是3 好 這是我們的A 那V呢 我給了什么 V我給-1 -1 -0 跟-1 对不对 对吧 好 所以就給了這兩個 給了這兩個 那你自己 如果你要給10 就把這個改成10個 對不對 這個要10個 就等10個 等到上架 一樣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用random 去產生 所以我們剛剛講 我們一般A 會在0到2之間 對不對 首先選舉我剛剛講 大概都1點多就很厲害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的D呢 可能可以1點到3 或者4到4之間 那你可以隨機產生 那麽要再-3到3 -4到4 這都可以 好 可以 好 有了這個之後 我現在要開始組了 對不對 好 首先我先組一體就好了 我只要組一體出來 一體畫得出來 其他都畫得出來 對不對 如果想到能夠把第一體組出來 那第一體組出來 概念就得把它推到 第2體 推到第三體 對不對 好 那我第一體怎麼組呢 第一體要有 同一球2分1 4加1 分裂一個C卡有沒有 這個C卡就是我的 080的符號 我為了解三點 如果兩個寫C卡 那麼長 我把C卡 S 可以嗎 我算了 就是C卡 好不好 我們來做C卡 等下後面選集的時候 會有一個S 你會搞混 好 那怎麼用Sembodic 只要打SY SY A 加一個S 然後就可以給一個變數 所以我這一個很簡單 我只要給他就好了 非常的簡單 我就可以宣套 我這個C卡是一個符號 C卡是一個符號 我問你 非常的簡單 C卡就是這個符號 好 那C卡是一個符號之後 接下來我就可以組P了 那我先組P的時候 我先用哪一個來組 我剛剛講 你先用B的位置來組對不對 第一個位置呢 你如果要找A的第一個位置 這糟糕 好 來 你現在要抓這個A的第一個位置 這個就可以叫什麼 A1對不對 你要抓B的第一個位置就是什麼 B1 所以相對的 你如果要第三體的時候用到就是A3對不對 B3可以嗎 那我第一體都組完了第二體也可以組 第三體就是最後全部加起來對不對 所以最後其實你如果有N體我就是N嘛 然後用一個I從P到N對不對 然後每一體就是用到Ai跟 B1 B1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先組一體就好囉 好 來 那怎麼組呢 就用這個公式 先算P出來對不對 好 P是什麼 Disponential A1 θ 加 B 對不對 θ-E 就是 2分C θ-E 就是AE 對不對 加起來 所以就放寫就好 好 非常的簡單 所以P就等於 我先寫我再放大邊 好 P就等於什麼 Disponential 所以要用ESP 然後這裡是A D 乘上什麼 乘上θ DHEPA對不對 再減掉B D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再整個CodeB起來 除以 B加上 乘上去 括號 我寫錯要跟我講 我先讓開一條不見再說了 錯了 為什麼錯 哪裡錯了 這裡少了一個括號 好 那看得到嗎 所以你看哦 這裡是 θ-B 對不對 θ-B 再乘上什麼 再乘上AE 那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最後再取什麼 Disponential 他後面這一段是什麼 一模一樣的對不對 好 但是我加上一個AE給他 這樣可以 好 這樣問題 所以你看哦 我以後只要把這個AE換成什麼 換成後 換成3個AE 換成AE B來講 多整齊都可以 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我們來弄一下 看他讓到這裡會是長怎樣 好 來弄一下 弄在Edit裡面 弄一下 好 弄完之後呢 你會出現 怎麼會弄這麼久 好 會出現 哎 很奇怪 這個SIPA是symbolic對不對 這個P也是symbolic 看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打一個P 還有機會長什麼樣子 他是一個符號 有了 SIPA 乎以2加2分C對不對 他就是把這個2丟出去嘛 加2分C對不對 然後前面也是什麼 SIPA 以後加2分C 很久都一樣都在 加2分C 所以他是一個很差的 非常簡單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方式不適合數值因算 先講 因為數值因算 這個會很麻煩 他那個C比較在很大 他不適合數值因算 好 完了之後有P 那我來看什麼 Q的呢 Q是什麼 E-P 所以怎麼寫 Q就等於E-P 這樣就好 這樣太簡單了 Q就等E-P 好 太簡單了 好 那你回去你可以試試看 好 如果你這裡 給他招號 E招號 這裡給個SIPA 就有點低 SIPA 來自從 對不對 那這時候 你這邊給他打一個 C3 他就可以幫你放在進去 E5 這個方式 就跟你在用 方式 這個 我在這裡還真的第一次教 那時候以前在中心當 助教的時候比較常教這個 因為你教數學系的 教會 解微分 解記憶分 等等 好 好 來 那有了之後 就簡單了 我先看其中一個這個 就是其中一個L 對不對 所以L很簡單 L就是什麼 U U乘上LOG這個 加上E-U 乘上LOG 這個對不對 所以這裡U 等下我要給他 所以我還少了一個U 所以U要等下給他 那U給定了之後 我就拿 U1乘上 NATOLOG D加上E-U1 乘上NATO Q 就低調了 對不對 那如果2的時候就變成什麼 所以就放U2 對不對 就這樣下來 所以我現在給他U 這邊再給他題目U 作答反應 U 第一題答對了 第二題答對了 第三題答錯了 對不對 可以給他 好 我就可以先寫一個L給他 好 L怎麼寫呢 很簡單 就用剛剛這個 現在是第一題對不對 所以就是U1 乘上什麼 乘上LOG P對不對 NATOLOG P 所以就是LOG 好 P 對不對 好 LOG 加上什麼呢 加上E減掉 U1 乘上什麼 LOG Q 這樣是不是太簡單 可以 好 就是一樣 U1 LOG E 因為現在P是用第一個組出來的 所以我不用告訴他 他是P1 這樣可以嗎 好 加上E減掉V1 BROG Q 對不對 好 好 這個如果當你把A1換成A2的時候 你的B代表是第二題對不對 Q也代表是第二題的 如果你的A 那個Index換成3 B也換成3的時候 這個B代表就是第三題的 這樣有沒有A 可以接受嗎 好 好 那沒有問題 我現在呢 有幾題 有3題對不對 有3題不就是這裡 1 加2 加3 對不對 加在一起 加加在一起怎麼辦 這時候我就要叫POR迴圈進來 好 所以這時候改成POR P 從1 到哪裡 3 可是呢 我上面題目會變 那怎麼辦 所以我可以用一個叫Nex Nex就是抓他的長度 我按TABLE鍵他不出來 好 這叫懶貨滾 滾 我把它 晃一下 這樣 這樣比較漂亮 好 我這裡呢 用的是什麼 Nex A 所以如果A有10題 這裡就變成是10對不對 可以嗎 好 如果A是3 現在就只有3 所以就是3 那有問題 沒有 好那你這裡呢 就不能用1 這裡就要改成什麼 I 這裡就要改成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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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這裡就要改成I 所以我們接下來再把所有的1都換成I就好了 所以我就把第一題 我本來想教一個步驟我把它跳過去了 所以我一個步驟就是省略 所以我現在就把這個都換成I 好 這樣子對嗎 你知道這個我換成I 這個我也換成I 這個我換成I 這也換成I 這個也換成I了 這個也換成I了對不對 那這樣不對嗎 不對 為什麼不對 因為沒有累加對不對 一例跑完的是六例跑完的時候 一例跑完是3對不對 都沒有累加那怎麼辦 所以我一開始要讓累加 所以這裡就要變成L加什麼對不對 可以嗎 好 當你在做累加的時候 一開始要告訴他70時是誰 所以70時L我們就設0 跟他累加 所以我這裡要變成L等於0 那下面要做L等於L加 所以這裡要寫一個L等於0 然後這邊要多一個L加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多了這個L等於0 跟L等於L加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累加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樣一次就等於把30 撞完了 1 2 3 加在一起 好 加在一起完了之後就是畫質的 這樣可以嗎 好 來加加看 可以撞一下 好 你看他馬上亂完了 亂完了之後看一下我的L 長什麼樣子 好 你看 有沒有長這麼長 他有沒有幫你把它做拆解 其實沒有 他只是把你把紙巨外面去 所以沒有做拆解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做拆解 還有一個子粒 他那個子粒 我忘記他叫什麼子 你可以查一下 Cybari 然後相對一個子粒 他子粒你把它弄下去 他會幫你化解 最簡的分次 他會幫你化解 他有時候化解完 你看得懂 之後化解完 看不懂 所以 你自己改革也來看一下 好 他完了之後 接下來要幹什麼 接下來我要畫這一張圖的 畫這個L 畫這個L就很簡單 畫這個L只要這個子粒 E粒 好 E粒 Plot 前面那個E粒 E粒 那個E粒 那個E粒 就是取E粒的協議 告訴你 他是很容易畫虎的意思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子粒很好記 好 TLOT 然後你只要把L放進去 就可以畫 好 把它放檔 所以你只要寫這個 是不是太簡單 有沒有簡單到爆 好 好 我們來畫畫看對不對 就幫你畫出來 對不對 這一 叫它就畫出來 這樣會不會太 會難嗎 你看那下面還幫你把 Theta彪出來 這太厲害了 他竟然可以寫 t5 真的可以寫 t5 我沒有騙你 Valibre現在可以寫 t5 下面可以出 Theta 那是因為你那個拼音 剛好 你如果那個x 他就x 好 那上面會告訴你他的方式 怎麼樣 啊 tobus tobus 怎樣 可以轉lattice 你說 你是說這個可以轉lattice 還是 tobus 裡面他有寫一個 你只要加一個lattice的一個指令 所有lattice都可以用 所有lattice 實力都可以用 它裡面都可以寫出來 都可以秀出來 但是我發現一個缺點 它那個圖貼上來之後 你本來是lattice 的話寫得好好的 可是你如果不小心到了某一台電腦去 開了你那個檔案之後 那個檔案的 它如果不支援 什麼lattice 或者版本不對 它那個圖號會變 只要它一變了之後 你就完了 就會出現星探號等於 什麼號號等於 你就 你都變不回來 所以 最好是用基本的lattice 不要用太複雜的lattice 這樣可以嗎 這樣圖就畫出來了 非常的簡單 好 那如果我現在圖畫出來之後 如果你回去這裡不是用 真的不是用stitta 那我希望讓這裡 它的title變stitta的話 這個地方就要用fslable 然後你要打一個斜線 stitta 這個才是真的打case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它就會幫你把斜線stitta 就是說你的x的level要放stitta 那你再來就是你的y的限制範圍 那通常我們都不太限制範圍 所以你自己回去 你如果要畫多張圖 我再讓我一次給你看 你如果畫多張圖 這裡你要限制從4到4要-6到6 多張圖的時候 你自己再去看一下指令好不好 就丟給你們自己的畫圖的工夫 你們自己去學 那可以嗎 有一些 有些工夫你們自己去學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再讓你們看一次這個扣 重點在這裡 那你回去的時候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想辦法做一個 c對不對 多一個c 他多一個c完了之後呢 再來 你在算c的時候前面就多一個c加上 一點掉c 記得要有l 對不對 他這個p就變三坦的 他這個q也是三坦的 他這個要不要換 不是每個公司都改樣 都不用換 看你就可以畫 出來了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要1000点可以 我把A 我random 现在在干什么 多时间 没有 好 假设我现在跑50点 可以吗 可以跑50点 50点我希望这个A 他在0到2之间 对不对 random出来指质在哪里 在0到1之间 那我只要给他乘上多少 乘上2 他就会变0到2之间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的B 我的B也是random 随机产生的 随机产生了之后 这个地方是一样是50点 所以1到50点 对不对 好 然后我的B是在哪里 是在 固4到4之间 对不对 固4到4之间 可以吗 那怎么把它变到固4到4之间 我要先把它改到哪里 0到8之间 对不对 然后再全部减4 这样就会变成多少 固4到4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我要先把它变成0到8 所以你要先乘以8 先乘以8 就到0到8了 对不对 然后再减4 这样可以吗 好 那你这样这个U怎么办 这个U我先不告诉你 我现在就自己 随便试好不好 前面50点答对 后面50点答错 所以就once 1到50点答对了 25点答对了 好 后面答错 11楼 1到25 后面的25点答错了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我就改成这样子 很简单 就0到2 这就变成什么 固4到正4之间 那这个就是前面25点答对 后面25点答错 好 这机子你可以设一个标准 让它随机产生 每次都不一样 好 我们先设都一样 然后跑出来 会比较久 没有 它就变得比较 比方平滑一点 对不对 好 这曲线是长这样 可以接受吗 那你可以画画看 你可以画画看 你的 你的B值的位置 不一样的时候 B值的位置 如果 有些在比较靠近1 有些比较靠近 付1 那它会怎么样 这你都可以自己试试看 可以吗 好 所以你这样子写就可以 把所有的方法 就是你不管你做几题都可以放进去 好 有问题我们往下讲 因为时间还是有 好 好 好 那我刚刚看完了 怎么估能力 我们现在开始来看 怎么估ICC的三处 是二针 主件的三处 对吗 就是AVC 好 那我们怎么就估这个AVC 概念其实有点像的 好 可能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这边用的一定是二餐 那你一样有一个作业 回去就是三餐 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二餐也是一样 只是我们现在给的是什么 我现在给的没有那么多试题 我现在只是针对一个试题 那你正在这样应用的时候 不是针对一个试题 是请学生去做N的试题 小N的试题 那每一个试题的试题参数 我们都可以估出来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假设做一题 那我现在想要做到这一题的试题参数 那这一题的试题参数 做的参数是A跟B这两个 对不对 他的参数A跟B这两个 我把它写一下 那参数就是A跟B 好 A跟B这两个参数 那我想要做到这两个参数 我要怎么知道 我要想办法找一些人来做这个题目 对不对 那每个人来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他的能力都不太一样 可以吗 好 所以我现在找了N个人来做这个题目 所以大N是number of the needs 就是你受试者的个数 所以记得大N是人数 小N是试笔数 这样可以吗 这符号是应该都一样的 对不对 应该每个paper都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想要知道它的人 人就用J 所以J代表的是人 可以吗 I代表的是题目 可以吗 好 试题 可以介绍 好 所以我现在找了大N个人 你看 所有的投影机都差不多 对不对 大N个人来做 那每个人呢 也是一样 会有答对跟答错 答对呢 他的指数 答错 他的指数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流程都一样 流程都一样 只是你进来的概念的位置 不一样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有这一个人 他这一个人每个人的能力都有差 对不对 像每个能力都不一样 每个能力不一样 他答题出来结果都会不一样 所以你看我这边的几率就变成是谁 变成是based on given 人 对不对 所以是given 人的能力 c.j 之后 他的结果 所以也是一样 如果我给这个人 他答对了 答对了之后 他就是用p 因为我们现在的比 就没有牌 给牌 如果他答错 1-p 可以吗 好 那我们这里写的pj 这里这一则是根据人有关系的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 这样可以吗 每个人答对的几率也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curve 对不对 如果你的 第一个人他的能力在这里 他答对的几率很小 对不对 答错的几率就很大 这样可以吗 好 第二个人如果在这里 他答错的几率跟答对几率差不多 对不对 如果第三个人在这里能力强的 他答对的几率就高 答错的几率就低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里就会出现这个几率值 就是p1 这个几率值是多少 p2 这个几率值就是p3 这样可以吗 好p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p跟谁有关 跟你的人有关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我现在画法不一样 我就给了一个视频 一个视频面 就a跟b b跟b 里面有不同的人来做 所以不同的能力 crc 所以带出来指是bc 然后我同样的视频 我交给几个人做 123 我一样交给三个人去做 对吗 好三个人去做 第一个人的能力是1 他能力比较强 相对强比较强 第二个人能力是0 第三个人的能力是1 这样可以吗 所以相对起来 第一个人分开 好 但我要假设的时候 我假设的觉得比较有慎实一点 就是厉害的人要做对 对不对 然后中的人呢 他也可以做对 对吧 好 然后他的人呢 做错 这样比较有道理 对不对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 他比较可以接受之后 我们就可以带进来了 我们的p1呢 就是把 这一个东西带到哪里 带到上面这个式子里面去 他答对了 所以我们用 另外一个颜色 绿色 第一个我们答对了 所以这里是1的人 所以就是0 可以吗 然后这是第一个人 所以这一是1 这一是1 那这个就不见了 所以就剩下谁 第一 第一个人的 就一样 好 第二个人呢 把他擦掉 第二个人 他答对了 对不对 所以答对了 所以这里是1 这里一样是0 这是第二个人的 这是第二个人的 所以他剩下什么 剩下 一二 这样可以吧 好 第三个人的呢 第三个人的呢 这里是答错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0 这1-1 这是第三个人的 这是第三个人 这是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他放进来的是什么 是 Q3 我写错了 这样可以吗 对了 好 这是第三个人 好 那有问题 对 好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做法一样 好 他后面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应该一起讲完 对不对 一样 可是我现在是 就是given什么 我given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总共给了 大N个人 去做这个题目 对不对 好 做这个题目 做完了之后呢 他的反应 到底是答对 答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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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在这个 经历最高的情况底下 他相对应的A跟B 就是我的四团数 一样 他一样在一个叫做 Logo以及N的 假设情况底下 就是第一个人 他答对之后的几率 第二个人 他作答的几率 跟最后一个人 作答的几率 在一起 好 在一起 那就跟刚刚一样 在一起 我们一样可以取什么 Logo 对不对 所以一模一样 你看说取Logo 没有变的那种取Logo 相成就变相加 然后呢 在取Logo 四方可以丢下来 它是一个公式 跟刚刚解释是 一样的 可以吗 好 那你如果做了N个人 又做了N个小题 只会他在哪里 只会他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I 做了一个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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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做一个I 所以东西能量 但是为了简化 我们现在讲 可以进去 到这个追导中里 这边我讲快一点 我们把这个部分讲完就可以休息 好 好 没问题 好 没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算进来 所以我们把我们刚刚那个带进来 刚刚我们现在有三级 对不对 第一个人他的能力是1 然后他打对了 第二个能力是0 打对了 第三个能力是1 他打过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来 好 带进来呢 我们就会发现 好 第一个人带进来 跟刚刚一样 第一个人带进来 答对了 所以这是1 然后变成Naturelog p1 加上0 Naturelog q1 对不对 所以后面不见了 所以变成Naturelog p1 好 第二个人是什么 答对了 所以是1 Naturelogp2 加上0 乘上Naturelogp2 对不对 所以他叫Naturelogp2 第三个人他答错了 所以0 乘上Naturelogp3 加上1-0 所以是1 乘上什么 Naturelogp3 所以是这一个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把题目带进来 这个取Naturelog 把上面取log Naturelogpj 会等于什么 上面exponential消掉 所以剩下A乘上 θ z-b 对不对 减掉 Naturelogp1 加上 exponentiala 乘上 θ z-b 可以吗 好 那我现在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呢 他的θ是1 所以我就θ 带1 可以接到 θ 带1 就这样 所以就会变成 1-b 等到这一个 对不对 减掉这一个 对不起 好第二个人呢 第二个人他的c大是多少 c大是0 c大是0 对不对 所以就把这个c大换成0 c大换成0 其他都一样 对不对 对啊 这个c大换成0 变成a乘以b 然后加一个负号 所以这里是减的 好 其他都一样 好第三个人呢 再没颜色 来个颜色比较好 绿色好了 好第三个人c大是多少 负1 所以这里带负1 这里带负1 所以都一样的呢 啊怎么不一样 对 对因为它是什么 q 所以你要记得q 那q公式差掉了 对不对 q的话其实很简单 q是什么 q就是分母长一样 对不对 a-b 它分子一样是什么 b 就是q 对q很简单 你只要把负1带进来 就会用 所以你会发现 这里有几个变数 变数有几个 hello里面有谁不知道 a不知道 对不对 还有谁不知道 b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的是什么 事体的鉴别度是多少 我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是 事体的难度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那你如果在三摊的底下 还有谁会不知道 c也会不知道对不对 c就是事体的猜测程度 你也不知道 可以吗 所以我现在就有三个不知道 那我为什么不用三个 因为你看 你现在有l一个值 有a这个变数 b这个变数 l是y 可以把它当粒子 所以可以画图 那如果有三个 a b c是变数 那l怎么办 就要到四度空间去画图 对不对 你如果能够把那张图画出来 这就学习到你满分 懂吗 这表示你会画出来 有问题 好 所以这张图 你们回去作业就不用画了 对不对 我有a有b 然后就可以把它曲面画出来 这个曲面画出来 我跟你讲一句实话 你用3d的曲面 要看直接从图看最大最小值 可以骗了 因为你可以把那个图 换个位置 换个位置最大最小值 视觉上就会换点 换点 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好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什么 这个题目 我先a跟b 我就把这个图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 我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我想要知道 这个是p值在最大情况底下 它相对应的a跟b 就是我的试题参数 这样可以接受吗 所以假设它的最大值 其实我看不出来 它的最大值在哪里 不管 它的最大值 假设在这个地方好了 它对下来的这个a跟b 就是我的试题参数 你有发现这个b 这个试题 看起来是大概在0的左右 对不对 有没有大概在中间 为什么在中间 因为它 能力抢的人答对了 能力中间的人答对了 所以这一题不会太难 可以吗 不会太简单 不是不会太简单 不会太简单 因为简单的人答错了 所以大概在中间左右 所以它不会太简单 所以它的难度大概b等0的左右 我没有把它算出来 应该差不多在这里 好 那你看这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最佳化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要找l的什么 最大值 对不对 但是我不是要找它的最大值 我要找它最大值相对应下来的 这个 a跟b的什么 估计值 所以我前面要再加一个什么 hark 这样可以吗 好 它出来就是我的 a hat 跟我的b hat 所以呢 它又变成是一个什么 最佳化的一个问题 它a跟b都是连续的 所以它是一个连续的 最佳化的问题 快讲完了 再撑一下 眼皮再打开一点 就可以 再撑一下就好 快讲完了 好 好 那再来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鉴别度 这个a子 鉴别度从图上可不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 能力强的 跟能力差不多中间的 都打对了 都打对了 情况比较 你看我的鉴别度 我鉴别度大概 你看这个地方的都算高 对不对 我都算大 那大的话 你看我的鉴别度 的基础是什么 真的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看不太出来 它的鉴别度 所以这一集的意想 你真的要解出来才看得出来 我没有去解 你要解出来才知道它的a到底是多少 我没有解出来 但是你看 如果我要改变一下 我这一集三个人都答错 对 能力强的答错了 能力中间也答错了 它能力差的也答错了 它表示这一集没有用 这个题目很烂 对 你就没办法区分出来 它没办法区分出来 这一集很明显 你看它最大指手 翘起来的位置 翘起来的位置 你看a a往这边是越来越 往这边是越来越 往这边是越来越 小 所以你看 你看a往这边越来越小 所以它的鉴别的基因是什么 E是没有 可能 为什么这一集有用 才能够打错 可以接受吗 好 那这个部分 就把前面的部分讲完了 接下来 我们才开始 下礼拜我们就开始讲 选题会用到 那选题会用到的 最后用到什么 引火迷信方询 所以我们要讲 什么叫引火迷信方询 然后讲到引火迷信方询 之后 再来就要讲 我们怎么利用引火迷信方询 来帮我们选题目 然后怎么来帮我们组卷 就这样讲 但是呢 你要有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呢 就是 要你把它的 麦克林方询找出来 但是呢 我们现在是三餐的 然后用前面的方法 然后用前面的方询 但是我会叫你画 这个就没有画 就要把Localizer 放出来 好 那因为你三餐你画不出来 我刚讲你如果真的能够把它画出来 我先给你画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好 第一аются derivatives 5